OK,到了第四部分 既然萬事俱備,最好就是把這個Model 以及整個你的Project Save 了,然後Port到你的Android手機裡面 那怎樣做呢?第一件事 就一定要Save 我多數都會開到一個Folder 讓它安裝著 那譬如我Save 先去我的Sense 裡面 那譬如這個叫做AR Demo 01 OK,那你見到現在Save 了 然後呢,我去回Build Settings 裡面 把你現在想Build的先加入去你的Build Settings 裡面 然後呢,去Preference External Tools 那你會發現這裡,剛才你們應該是未有這一行的 那你剛才還記不記得一開始在第一部分 Preparation 的時候呢,其實你是安裝了Android的Studio 那你要選擇你Android Studio 的Root Folder 你的SDK 的Root Folder 那我的Folder就放在這裡 我就放在桌面的 選擇它吧 JDK 基本上你一按 Browse 的話 那其實這個都一定是對的 那你直接按Choose 就可以了 OK,這兩個東西搞定了 都有Path 了 那其實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你就去Build Settings 裡面 直接按Build Save 去哪裡 那譬如,我就叫做AR Demo 01 那你發覺它就開始Compile 了 那你發覺它就開始Compile 了 那如果你的Unity 的場景越大呢 它Build的時間也會越長 OK Viewer完之後呢 那你見到就有一個APK了 那這個APK 18MB左右 都算OK的 那你把這個APK扯進去你的Android手機裡面的話 然後選擇安裝 其實就已經可以安裝得到 那直接開APP 你就可以看回 和你現在做Testing效果一樣的狀態 然後先去拿一個APK 好的 好 好了 好 好